娃娃機店也是販賣店 那就變成24小時大家都方便 而且健保法插進去以後 然後你會選大人或小孩 然後補兌就可以拿了 不用說很多拍號碼拍啊 但販賣機營業時間是平日早上8點半 到晚上6點半 假日更是直到中午12點 民眾來晚了 可就只能對著鐵門乾瞪眼 剛是看到新聞之後跑過來了嗎 是啊 可能過幾天 過一段禮拜可能它就會 24小時都行 而且也不會有去破壞吧 開賣熟日提供900包口罩 短短3小時就賣光 民眾除了到藥局門口排隊 或是上網預購 現在多了口罩販賣機這個選項 但是試辦效果不錯 未來北市12個行政區 都能到販賣機前動動手指 最快1分鐘內就能買到口罩 記者林先生您想要留意消息給我到 對 依據本團隊研究顯示 用電鍋污水加熱 可以達到殺水效果 水晶食藥署進一步評估 不會影響口罩的作用效率 將鍋架及內鍋依序放入電鍋 再平放口罩 蓋上鍋蓋 按下電鍋開關 等約三分鐘 來自動跳起 再靜置五分鐘 就完成了 免得口罩最多重度殺菌三至五次 急需丟棄 再次提醒大家 醫用口罩還是以一次性使用為原則 有破水、髒污或進出高工險場所被戴的醫用口罩 用過後請丟個社會 再次提醒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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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次提醒大家